而为了提升官山镇的艺文风气以及素养 官山镇公所特地将镇内的闲置空间进行活化 将老屋修改成艺文空间 并邀请蔡渝康世浩老师前来社展 12号特地举行了开展茶会 镇长彭承锋也期盼 希望借由艺术家来到小镇驻村 能够大幅提升镇内的艺文风气 在优扬的萨克斯风月音中 官山镇艺文中心正式启用 为了提升官山镇的艺文风气以及素养 官山镇公所将镇上老旧的日式宿舍进行活化 并邀请知名的艺术家蔡渝康世浩老师前来驻村社展 12日特地举行了开幕剪彩活动 镇长彭承锋也期盼 借由老屋活化并舞进艺术 让镇上的艺文风气可以获得提升 我们把这个荒废一段时间的这个员工宿舍 我们把它打开变成是开放空间 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实体的艺术展览中心 让所有的镇民 让所有的游客来到官山 可以来去看看这些优秀的这些艺术品 然后来去陶冶一下自己的身心灵 放松一下 而这次来到官山注点的蔡渝老师则表示 希望能够将艺术带入小镇 未来也规划每两个月展出不同的主题 并期盼与当地的学校合作 让学生们可以了解何谓艺术 所以我想就是说把这个人事物做一些结合 让大家能够了解到官山有一座 可以说是新的艺文中心 我两个月一定帮官山艺文中心 邀请了一些艺术家来展览 所以我们有固定排这个档期 在两个月 那我们在官山我们也希望 就是说发掘人才 培育人才 教育人才 我想这也是目前我们教育很重要的一环 因为只有透过教育才能够翻转贫穷 那如果说官山也能够培养很多艺术家 那我想这个地方整个花东 或整个台湾 甚至能够走向全世界 对 官山镇长活化镇内的闲置空间 并邀请艺术大师进驻社展 希望能够增添小镇的艺文风气 提升正名的艺术涵养 也欢迎对艺术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前往这间位在官山镇名泉路上的 官山艺文中心 欣赏由蔡宇以及康世浩老师 所带来的精彩创作 记者陈吉林 官山镇报导 再来他们的赛